马斯克再不努力 可能真的要被中国车体甩在身后了 前几天 马斯克宣布特斯拉要在一年内 砸100亿美元在自动驾驶技术上 100亿美元差不多是700多亿人民币 即使对于马斯克来说 一下子投入这么多钱 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自动驾驶太难了 投得再多都不过分 自动驾驶难不难 马斯克是最有发言权的 他一手打造的特斯拉就踩了很多坑 2016年时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因为无法识别白色物体 连续出现好几起事故 因为事故比较低级 特斯拉背后暂停了路上测试 修改了大量的算法 这才重新开始 没想到 在这之后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一直在拉垮 从未停止过 远的不说就说近的 2023年8月份 北美的一辆特斯拉汽车在自动驾驶时 分辨不出路边的应急车辆 结果撞上了警车 导致5名警察受伤 今年2月份 一名北美的特斯拉员工 在绝后驾驶一辆拥有 FSD Beta测试版的特斯拉汽车 结果遇到了严重车祸而身亡 要知道 特斯拉是最早推出自动驾驶的车企之一 当时提到特斯拉 咱们国内的网友都非常敏感 喜欢用特斯拉在搞技术 国内车企在造假的梗来贬低中国车企 因此特斯拉的自动驾驶 也是一个重要的卖点 想要开通这个服务 还要交钱才行 价格也是贵得离谱 一度高达上千美元 结果没想到 特斯拉这么快就跌落了神坛 尤其是特斯拉的 纯视觉自动驾驶方案 被扒得干干净净 纯视觉方案说白了就是模仿人眼 不过它靠的不是眼睛 而是摄像头 通过摄像头识别路况 然后再传递给芯片进行处理 这样做的好处是便宜 但问题却非常大 举个例子 比如积水路段 汽车自动驾驶就识别不了水下的情况 如果水下有坑 此时你再开车通过就很危险了 除此之外 强光照射 雨雪 大雾等环境都会影响摄像头的感光能力 你想想看 摄像头是模仿人眼的 这些路段连人都看不清楚 用摄像头能不害怕吗 当然怕了 再厉害的摄像头也没有透视的功能 这种缺陷几乎很难解决 因此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人关心了 就连马斯克自己都有点躺平的味道了 正当大家伙还以为 特斯拉自动驾驶在默默发育时 马斯克突然对自动驾驶动手了 先是说今年8月份要推出无人出租车 然后宣传自动驾驶 FSD技术已经测试了10亿英里 接着又宣布 今年将烧关100亿美元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 着实让大家感到很陌生啊 马斯克为啥突然想起自动驾驶了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就是中国车企太能打了 本来马斯克躺平也没啥事 结果中国车企却一直在自动驾驶领域搞事 什么雷达融合方案 无图NCA制驾 车路协同等等 一个方案比一个方案先进 尤其是中国车企主推的机关雷达方案 几乎把马斯克的纯视觉摁在地上摩擦 纯视觉方案不是对环境要求比较高吗 那就加入机关雷达 它可以发射电磁波 精确地测算出物体的移动速度和距离 而且很稳定 几乎不受外界影响 正好弥补了摄像头的缺点 机关雷达与摄像头的结合 打开了自动驾驶的新思路 中国车企开始了一路狂奔 尤其是华为问界M7很快就活出圈了 它在农村闹市等地方 无人驾驶非常流畅 甚至多次出现车主还没反应 车辆就自动规避的画面 自驾不仅能自己开车 还能救人 你说问界M7能不活吗 有了问界的案例后 比亚迪 魏晓利 甚至传统车企都开始卷自驾 每家都投入成千上百亿的资金 都要搞出自己的自驾 而且都还做得不错 而特斯拉呢 啥都没有 以前自动驾驶是特斯拉一家独大 现在不但被人追上了 还有被甩开的风险 别说马斯克 就连消费者和投资者都看不下去了 销量和股价全部下跌 市值更是只有巅峰期的一半左右 马斯克为啥要重新搞自动驾驶 原因就是这个 因为再不努力 可能正要被中国车企 甩在身后了